嗨大家!這是我! 再次! 呵呵 版主我這種直播方式根本就是在趕急速吧 對吧 因為真的上禮拜稍微發現自己有點擺爛 所以試著 試著要補急速 呵呵呵 可是也不知道今天下午還會有點忙 沒有辦法一直坐到下午 Anyway 在我開始之前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名叫洛文煌 我是一個作者 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話題是 讓你的未來決定你的未來該怎麼走 為什麼要跟大家分享這個話題呢 其實是在於 大概一個多月以前我跟大家說 我其實有在臉書上發文 我說從現在開始我再也不要討論我不想要的事情 只要我生命中不想要這樣的東西的存在 我就不想要討論它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跟朋友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抓到自己在討論我抱怨的事情 就是我抱怨的事情 我就會當場告訴自己說 我不講了 我就會跟朋友講說我不講了 然後朋友問說為什麼 有時候朋友會突然很奇怪這樣舉動嘛 為什麼 我說因為 我不希望這樣的東西在我生命中存在 我幹嘛一直這樣陪時間再討論它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其實是需要花一點點練習 即使是版主我這樣的人 也是要花蠻多精力在練習的 所以只要假設說抓到自己在抱怨老公啊 抓到自己的道怨婆婆啊 這會這樣 抱怨我就說不想講不講了 如果我抓到自己的話 我就告訴自己不講 我就會當下就結束掉這個話題 然後就轉到下一個話題 或者換別的東西再講這樣子 然後 這樣子練習其實練習到 這個意思不是說我們就裝作我們 這是這種 當然很多人會解釋說這是在逃避 你知道它其實不是逃避 它其實是我很清楚的知道你在那裡 只是你知道我不希望這樣的東西存在 所以我就不需要不斷的灌注能量 去讓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你知道嗎 因為我如果講越多 我不斷投注這樣的能量 The chances 以後它還是會繼續發生啊 那我今天很確定的知道 這樣的東西不是我以後會出現的東西啊 那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 因為我現在正在朝未來走 不是朝過去走嘛 你知道我不是朝過去走 那我幹嘛讓我的過去來決定 我的未來要發生在什麼地方 所以 這樣子慢慢慢慢的練習的時候 其實你會從抓到自己講話 抓到自己在對話中在抱怨 會慢慢的 可以在還沒有出口之前 就告訴自己不需要講這樣的話 不需要講 因為不要浪費那個時間 你知道它是不是會說 你不講了之後 你從此就會變得喜歡它呢 不是嘛 因為你不喜歡的東西還是會不喜歡啊 呵呵呵你知道 我不喜歡的東西還是會不喜歡 可是事情過去我就不需要講 事情還沒有發生我也不需要浪費時間講 反正基本上我不想要的東西 都不會再發生 就是 我不想要 不想要在我生命中出現的東西 我就不要再去討論它了 這是我其實版主給自己做的一個練習嘛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朋友 有一次在跟朋友對話的時候 就是出去吃飯聊天的時候 然後他就突然講到一句話 就說 其實我們大部分人都 用我們的過去經驗 在建築我們的未來 你知道 然後你說你這兩句話到底有什麼 相關聯在 其實它相關聯性很重 呵呵呵 就跟之前上一集我們說的 我們常常讓我們的鬼 我們生命中的鬼 來阻止我們前進的意思 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我們常常透過我們過去的經驗 生活經驗或者生活體驗 來決定我們的未來要怎麼走 雖然我們常常說 沒有我希望我的未來很有錢 可是我們卻忘記說 其實我們是常常是透過我們的恐懼 我們這些恐懼 不安感或是什麼種感 才不斷的拉扯我們 然後導致到最後說 我們會覺得這段路好遙遠喔 這段路好遙遠 我為什麼永遠賺不到錢 為什麼我好像永遠找不到真愛 為什麼我好像永遠都 都沒有辦法得到我想要的 為什麼 因為建築在我們總是 利用我們的過去經驗 來建築我們的未來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個前提底下 其實還建立在一個很大的平台上 也就是說我們從來沒有被人家教育說 我們是可以 呃 我們是應該對未來設定一個目標的 這個目標該是什麼樣的目標 我們很多時候把這個目標 建築在一種蠻物質化的世界 物質化的世界就是 我想要很有錢 我想要 你知道結婚生子 這屬於我所的表象 表象目標 表象目標其實是比較難追求的 因為它不一定是你 生命中本來應該有的東西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反而是你如果可以往你的 比較屬於內向的目標去發展的話 你其實會比較覺得它得心應手 也就是說與其想說我要很有錢 因為它是一種外交的東西 你可以變成說我想要很自信 我想要感覺到自信的感覺 我想要感覺到自由的感覺 我想要感覺到不被拘束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 這樣子的目標 跟你之前這樣的目標相比的話 其實是比較可行的 所以 我今天要講的是 為什麼我們常常很難往前前進的原因 在於說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 都很少為自己的未來定立目標 因為沒有目標的關係 導致於說你就有一點舉步為艱 因為你不知道該怎麼走 那你就想說我很想出去 可是我不知道去哪裡 這種情況下其實你大部分人 都會待在家裡 因為你不知道去哪裡嘛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設定目標 未來目標的人的話 你就會 大部分的情況下 被你的過去經驗拉扯 而呈現足足不前 或者是呈現我同樣在創造出 跟過去一模一樣的未來的那個我 你知道 所以anyway 今天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為在這個過去一個月的練習當中 我開始在這一個 可能是因為給朋友提出這個 這一個問題嘛 所以在我這樣子的練習當中 然後慢慢的 那種感覺就像是 你有沒有那種 我開了一個玩笑 因為我說我把你丟在屎堆裡面 你會你會永遠不知道 如果你一直在講那個屎很臭 你就一直在屎堆裡面 你也看不到路在哪裡啊 你知道嗎 要看到路的方法就是 必須要從屎堆裡面探出頭來 你才知道你的未來在哪裡嘛 所以基本上 把你們抱怨的那些事情 當作是屎堆 什麼叫屎堆呢 就是你其實一直在屎堆裡面 覺得好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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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也不知道去哪裡嘛 因為你不知道去哪裡的時候 你就可能一年後十年後 你還是在屎堆裡面說好臭 所以今天最好的方法就是 真的我阻止 我不要再告訴自己很臭了 我必須要想到方法 可以探出頭來 我才知道說我可以從哪個地方逃出去嘛 對不對 所以當你在不斷的訓練自己 這個肌肉 然後告訴自己說 我不要再講我最想的事情 我講我的未來只想要朝著 我想要的方向前進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就像一股力量 慢慢的把你拉出那一段屎堆 慢慢的讓你感覺頭腦好像比較清楚一點 好像比較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裡了 然後 然後 你就會慢慢知道說 啊 我的未來是這樣子 我幹嘛一直要讓我的過去 來決定我的未來該怎麼走呢 因為大部分我們都是這樣子的嘛 有過去的經驗來決定我未來該怎麼走 現在我已經知道 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未來方向該怎麼走了 我為什麼要讓我的過去決定呢 對不對 所以當你腦子開始慢慢變清醒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過去一直不斷在抱怨的這件事情 不斷的讓自己沉浸在死堆裡面不能呼吸的原因 真的是沒有道理的 好 一直以來 我們社會教育我們說 我們的未來只能建築在我們的過去 其實你相信我 你放眼看去 這就是社會告訴我們的知識 我今天要講的是 如果 我們也能告訴你說 我們的權力只有靈魂 你在靈魂當下才可以決定 你的人生平台該怎麼走 才可以告訴你人生藍圖該怎麼設定 對不對 拜託 我說過了 靈性世界跟現實世界 永遠都是平行在走的 今天你的靈魂當下 可以決定你這一個生命 該怎麼走的時候 你怎麼會認為你這個生命 沒有辦法決定我這個生命該怎麼走呢 怎麼可能呢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靈魂 在靈魂狀況下 有權力決定你這個生命該怎麼走 該生命藍圖該怎麼鋪陳的時候 這也表示 你這一個人 有權力決定你的未來該怎麼走 也就是說 我可以決定我的未來 就是要成為這個樣子的人 你知道 我就是要成為這個樣子的人 所以今天我今天在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們還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 因為我個人覺得還蠻清楚的 知道自己的未來該怎麼走 呵呵 如果你還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裡的話 現在就是一個好的時間 讓你好好的坐下來 仔細的思考 努力的思考 那個十年後的你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人 你知道嗎 或者是你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 究竟什麼樣子的人才可以讓你覺得說 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 或者這就是我想要成為的我 第一你一定要設立目標 你一定要設立那個目標 因為有了目標你才有辦法前進嘛 沒有目標就像是 我想出去玩可是我不知道去哪裡 最終結果一定是你就是待在家裡 好 所以有了目標之後我才可以 歸宿前進嘛 我沒有叫你快速前進 我可以叫你可以歸宿前進嘛 所以一旦有這目標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 你在做任何舉動的時候 你的選擇就是你可以選擇 不讓你的過去來替你出聲 一旦這目標確定你可以變成說 請告訴我 我可以怎麼幫助你成為那個人 現在我或許還不是那樣子的人 但是因為現在我對未來目標很確定了 所以與其總是在跟你的過去對話 總是在跟過去說啊對對 我只要跟他講話一定都講不通的 一定都不行的 那我可以跟未來說 未來你顯然很有自信 顯然很知道在跟我們講 請你告訴我我該怎麼協助你成為那樣子的人 你知道嗎 一旦你有方向的時候 我現在知道我未來在哪裡 這就是我了 你知道嗎 與其讓我的過去決定我未來該怎麼 我現在不要這樣子的公式了 我想要讓我的未來決定 我的未來該怎麼走 應該成為什麼 這個情況下你會怎麼講 你會很常跟你的未來對話 我可以如何幫助你成為那樣子的人 我該如何去面對我現在的問題 才可以幫助你成為那樣子的人 你懂嗎 你就不會總是讓你的恐懼抓著你說 不行啦你不行啦你不行啦 現在不是我行不行的問題 是我可以如何幫助你成為那樣子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一旦你的未來目標確定之後 你也開始意識到你是如何 總是讓你的過去來決定你的未來的時候 說真的 未來是你沒活過的嘛 過去你已經活過了 你知道嗎 你再讓他決定 most likely 你的未來還是會像過去那樣子 可是已經 我們又不是總是用過去的美好經驗 sadly story 我們總是用過去不好的經驗 在建築我們的未來嘛 那過去這個不好的經驗 你知道 Being there download 真的對你沒什麼興趣了 我比較好奇我的未來 全新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不想要跟你對話了好嗎 呵呵 我不想要跟你對話 你在我的未來沒有參與權 沒有任何的參與權 我比較想知道 未來這個你啊 我一直崇拜的那個你啊 請你告訴我 我可以如何 增強現在的自己 而慢慢的成為那個你吧 你知道嗎 所以一旦你未來目標確定的時候 你就會真的發現 你會比較常跟你的未來對話 你比較常跟你對未來對話的時候 你比較有可能 創造出那個未來的自己 所以我今天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是 只是個人一個小小的體驗 然後分享跟大家來講 如果你也抓到自己 是用你的過去 在建築你的未來的話 這個時候 這個當下就是你可以做 有所改變的時候 如果你不確定你的未來在哪裡 現在就是一個好時間 拿一張白紙 好好的坐下來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可以全部 重新塑型那個我的話 它會是什麼樣子 可以把它舉例下來寫下來 可以放在那邊然後 每天跟這樣子的人對話說 偶爾會產生焦慮怎麼辦 一定會產生焦慮 不是偶爾 尤其是初期 因為我們很習慣 讓我們的未來 掌控我們的自己 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其實是很適合 讓你的未來跟你的過去做對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很快的跟你的未來 如果你必須先深呼吸一口氣 退出來 如果我現在是那個未來的我的話 它會跟現在這個惶恐的我說 什麼樣子的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樣子的練習其實真的 你慢慢的真的會發現 有些時候 當你在面對恐懼的時候 如果你有那個未來的形象 在你的腦後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講話的口氣 再也不是那個過去的你 而是 比較像 那個未來你想要的你 所會講出來的那個口氣 你知道嗎 所以這種情況下 其實在跟自己在 嗯 一對一對談的時候 你會比較容易找到你的平靜 所以 所以有點像是在跟自己的小願景版對話 是 所以我今天是要跟大家講的是 不要總是認為說 只有靈魂才有辦法決定 你的人生藍圖該怎麼走 你的人生目的該怎麼走 你的人生功課該怎麼走 我今天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是 即便你是一個人 你是一個人 你也可以決定 你的人生藍圖該怎麼走 你也可以決定說 你的人生功課該是怎麼樣去面對的 不要總是把所有的權利 都丟給那些未知 我今天 最主要的目的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們是有能力把 未知變成已知的 你知道嗎 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就是 你可以 把所有權利交給你的未來 好好的跟他說 請問我可以怎麼協助你 成為那樣子的人 好了 呵呵呵 就說腦子有很多的話題 可是丟出來其實是 對我的腦神經比較好一點的 好 同樣如果你喜歡我的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 臉書的行列還是去訂閱我的 YouTube頻道還是去我的網站 ruowen.com Till then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